今年2月的最后一天是4年一次的2月29号 也是所谓的润年 但为何会是这样呢 其实就是71年并非是完整的365天 其实这套立法早在戏院前46年 凯瑟大帝就推出了如月令 但严格来说还不够正确 所以到了1582年 教宗格力国13世把立法进行了修改 才让平均年历更接近现代的365.2425天 除了要让节气和日期对上 世界各地也有专属229的特别活动 而在德州更是自称世界日年之都 还会在热年节为当天出生的人半庆生趴 祝贺四年一遇的2月29号 在新闻黄泉一报道 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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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 要吗 这也是万火等火 至一定跟迪连一科 感谢观看